依能静自从2015年没开二度和小十岁的演员秦浩结婚后 他就挑选了婚后回归家庭少见任务曝光 林光目前靠老公拍戏养家 个人觉得依能静今后就要开启侥幸的生存 没想在妈妈是超人中要露了本相 在妈妈是超人中 秦浩不断不作为觉得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了依能静 对老婆对孩子的表示太不靠谱 孩子一见他来抱就哭个不断 依能静只好本人做忙又忙在带娃 看到家里乱成一锅中也不帮助清算 而是一个仅在那满手机 结婚前对依能静的誓词全盘化为炮灰 夜深人静的十分眼睛痛到不断 丈夫也爱答不理 依能静只好一个人跑去看大夫 谁晓得 稀是赫赫有名的才女 到了四十几岁还要生二胎 生了宝宝老公什么都不会做 一个见诚迷于游戏 依能静觉得本人被骗了 在车上不断伪装坚强的他 坦言我也想哭 大概他也是坚持不下去了吧 但为了女儿他都挑选 押忍上去 他再也输不起了 迫切需求 这么一个汉子来证实 本人的侥幸 即使是虚的 那也是没有办法 网友都说 目光欠好 你要怪谁呢 反光别的一对姐弟 练修成正果的张丹丰和红心 同样是女方 大男方十岁 但差异不是一点点大偶 在节目中 红心和女儿一边游玩 一边等美食 而张丹丰在厨房 不急不急的做饭菜 只需张丹丰 在家 红心几乎不必进厨房 张丹丰太体贴了 都说 会做饭给亲儿吃的汉子 都差 不到那里去吧 张丹丰不愧是好汉子的楷模 做完饭后 张丹丰就将筒筒饭菜 预备到饭桌上 小的女儿爱吃鱼 便做了钢子的鱼给女儿 而红心对吃的也很考究 凡是他爱吃的 张丹丰全都不辞辛劳给他做 反正在家里 张丹丰就是主男的存在 有这么一个好丈夫 红心真的很侥幸呢 除去做饭以外 爸爸还会为女儿 仔细地挑于此 看女儿这圆溜溜的眼神 真的很像妈妈 彤彤奈烦等候爸爸挑于此 心爱至极 在这么有爱的家庭里生长 想必他会有落叶不绝的小确幸吧 平常的话 张丹丰都是将就和让住太太的 实在他性情不太好 可抱了 我是汉子吗 固然我比他小 可是基本上仍是我让住他 这么能体谅女人的汉子才是真汉子 才值得用终身去拜托 前不久张丹丰和红心现身机场 张丹丰包揽了所有的心理 还要和红心手牵手一起走 这样自然美好的画面 切成红心的